最後一個主題 我們現在可以來談這個 圓跟直線關係的判定 誒 介紹一下哦 這是一個圓對不對 圓跟直線的關係有三種 我現在呢 一個一個來跟同學介紹 首先第一種情況是這樣 如果這一條直線 跟這個圓 有兩個相依的焦點 這裡有一個焦點 這裡有一個焦點 同學你可以對照一下課本 你告訴我這種情況我們稱為叫什麼 誒 直線根源有兩個相依的焦點 這個叫什麼情況 誒 這個叫相割 可以嗎 如果有兩個相依的焦點 這種情況我們稱為叫相割 而這條線這個時候稱為圓的什麼線 誒 割線非常好 誒 割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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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一個焦點 那這個時候誰要告訴我 圓跟直線的關係稱為叫什麼 對 這個時候我們說他們叫相切 這條線此時稱為圓的什麼線 切線 切線非常好 來 中學 切線 切線 而他們相切的這一個點 來稱為什麼東西呢 切點 稱為叫切點 沒有問題 我現在教的應該都很簡單 都只是你直接介紹 蛤 有割點嗎 割點 我跟你講我沒有聽過 有切點 但是有沒有割點 如果老師這個叫割點 沒有聽過 好像沒有這個東西 所以這個點要有什麼 這個點就是香蕉的點 好不好 就 好像沒有人叫割點 我沒有聽過人叫割點 這樣好了 你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我第一次聽到有人講割點 這個好像沒有這個詞 誒 可能教兩點 可能教一點 那可能怎麼樣 沒有焦點 對不對 是不是有可能沒有焦點 這樣可以嗎 好 來 看我這邊 問一個問題 如果給你一個圓的方程式 給你一條直線的方程式 怎麼很快的判定出 他們是這三種關係裡面的哪一種 很簡單 用距離來看 什麼距離 哈囉 好 這邊 這是圓心對不對 來 求你 如果是割線的話 圓心到割線的距離 這一段距離 一定比圓的什麼東西來得小 半徑來得小 很簡單 點到直線的距離有公式 沒有問題 來 如果是相切 圓心跟切點的連線 跟切線會垂直 簡單來講 點到直線的距離 點到直線的距離 這時候會等於圓的什麼東西 半徑 這樣聽到嗎 知道在講什麼 然後再來喔 如果這一條線跟圓 完全是分開的 那麼圓心 到這一條直線的距離 一定會比誰來得大 會比半徑來得大 那所以我這邊喔 就建立了一個很重要的策略喔 請問你喔 怎麼從圓的方程式 跟直線的方程式 很快判定出 它們兩者之間的關係 用圓心到直線的距離 然後跟半徑做比較 這樣有聽到嗎 如果你大於半徑 它們就是不相交 如果等於半徑 叫做相切 如果小於半徑 叫做相合 有相應兩個焦點 這樣了解嗎 這樣可以對不對 這很簡單喔 現在我要問一個很重要的問題喔 欸 很安靜啦 上課沒有幾分鐘 同學還是進不下來 來我問一個問題 以後你會學到 就是 很多跟七線有關的問題喔 我現在要問一個很重要的想法 就是 同學什麼是七線 可不可以告訴我 七線是什麼 就是跟原則有一個焦點 呃 他這樣講喔 只對一小部分 貼 來 我這樣講喔 而切線喔 事實上你的對象不一定是圓 也可以是其他的圖形 對不對 其他的圖形也可以找到切線 好那我現在重新把這個問題再問一次 請問你切線是什麼 或者我換個方式來問好了 切線跟圖形的焦點個數有沒有關係 你覺得有沒有關係 像圓的話 你跟圓交於一點的直線 稱為圓的切線 沒有錯 交於一點 對圓來講是切線 但是如果對其他圖形來講 也是嗎 只碰到 只碰到一點點 只碰到一點點 好 我現在畫幾個圖 給同學感受一下 來專學靠這邊 這一個喔 這一個圖 然後 然後 我現在這樣畫 來靠這裡喔 請問你 這一條線 是不是這個曲線的切線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我現在問這個問題 這一條線 是不是這個曲線的切線 你覺得對還是不對 對 對 一下對一下不對 到底對還不對 不對 不對 是嗎 是還不是 不是吧 我告訴你 是喔 它是切線 來 你把它寫上去 你們現在這個觀念要慢慢的建立起來 這個L 是這個圖形的什麼 的切線 沒有錯 它是切線 請問你 它的切點在哪裡 在這裡吧 對不對 它的切點在這裡 來 切點在這裡喔 好 把這圖畫上去 但是同學 你從這裡 你發現一件事情 這一條切線跟這個圖形 其實有幾個焦點 其實有兩個焦點 對不對 這裡有一個 然後這裡有一個 這樣可以嗎 欸 不對喔 同學 這個是切線喔 但是這是不是割線 這不是割線喔 你要注意一下 這個東西 有一點差別喔 它不是切線又割線 不是這個意思喔 然後再來 我現在再畫另外一個圖 我要讓你們去慢慢的理解 這些概念是怎麼形成的 國中有沒有學過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有 對不對 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通過頂點 是不是會有一個 這個叫拋物線的什麼軸 對 我寫一下喔 我覺得喔 寫下來 我會比較清楚 每一個拋物線都有一個對稱軸 對不對 OK 我現在畫一個圖喔 畫一條線喔 這一條線跟它的對稱軸怎麼樣 平行 哈囉 很近喔 然後仔細聽 你要回答我問的問題 請問同學 跟對稱軸平行的直線 跟這一個曲線啊 跟這個開口朝上的拋物線 有幾個焦點 有一個焦點 對不對 有一個焦點 請問你這一條是不是切線 我問你 我現在問一個問題 這一條是不是切線 不是 這一條不是切線 對不對 所以現在同學 你應該建議一個觀念 什麼觀念 切線跟焦點個數有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沒有關係 當然你說老師 圓的話 對 切線跟圓只會有一個焦點 但是如果你把其他的圖形 蠟筋炒兩個的話 事實上 切線跟焦點個數沒有關係 你看這邊 這裡有兩個焦點對不對 可是這一條是什麼線 這一條是切線 這個只有一個焦點 但這條不是切線 這樣你聽到嗎 那到底什麼是切線 我現在講一次給你聽喔 這個圖我這樣畫 你現在要講一個焦點嗎 其實講一個焦點是不對的喔 一個切點 你這樣講的話 那我現在馬上畫這個圖給你看 來如果是這樣的話 來我畫給你看喔 如果我這樣的話 這樣 我問你這一條是不是切線 是啊 那它幾個切點 兩個切點啊 對 我跟你講我懂你的意思 我懂你的意思 其實你懂什麼是切線 你完全懂 但是要講出來 對不對 好像有一點不是那麼精確 對不對 就是同學其實你懂什麼是切線 我現在要把切線這件事情 把它講清楚喔 你仔細聽喔 切線這個概念是這樣子 我現在畫這條線 請問你 這條線稱為什麼線 這不是切線 這叫什麼線 這叫最後一線對不對 好 這裡有個A點 這裡有個B點 什麼事情 什麼事情 仔細聽喔 我在講對你喔 集中精神 集中精神 現在我做一件事情喔 我讓這個A點 慢慢的靠近誰 慢慢的靠近B點 譬如說 當我的A點 跑到這個地方來的時候 請問你 我把它拎起來 這一條線是什麼線 這一條線 還是隔線 還是隔線吧 對不對 然後 這個A點 再過來一點點 這個A點 跑到這裡的時候 請問你 這一條線 還是什麼線 還是隔線 可是你現在考慮一個很特別的狀況喔 如果這個A點 一直不斷的靠近B點 當他們這兩個點 非常非常非常靠近的時候 你猜會發生什麼事情 這一條隔線就會慢慢的變成什麼線 切線 你一定要開始有這個感覺 因為這個東西以後物理會用到 數學也會用到 我再講一次 隔線對不對 你把這個點固定 然後另外一個點慢慢的靠近它 慢慢的逼近它 我逼我逼我逼 我逼 一直不斷的逼近 這一條隔線 它就會慢慢的變成切線 當這兩個點 無限靠近的時候 非常非常靠近 你要多靠近 就有多靠近 我跟你講 它就變成切線 所以現在如果 不要我 對你們高一的小朋友 下一個定義 到底什麼叫切線 人家問你什麼叫切線 你有沒有說 啊這就是 啊就是我外頭 我你看 講不清楚 你懂你懂 但是你講不清楚 我給你一個高一的說法 所謂的切線就是 無限靠近的兩個點 所連成的直線 相信我 你這樣講 人家就覺得 哎呀這個學生不錯 很有Sense 來寫上去 所謂的切線 寫在課本上 無限靠近的兩個點 欸寫上去喔 我真的沒有害你 來 把它寫上去 無限靠近 到 兩個點 連成的直線 我告訴你 你如果這樣說 人家就知道 你這很專業的 等你學到物理 物理老師會用 物理的角度喔 重新再定義一次 什麼叫做切線 因為要算切線協率 到時候你們要算 那個加速度 對不對 國中物理 那個以後有沒有學過啊 算了 那個沒關係 那個以後你們學物理 就知道對不對 來 你把它寫上去 所謂的切線就是無限靠近的兩個點 連成的直線喔 欸 行不行啊 來 我們給同學30秒 把這個東西寫上去喔 只要有切點的線就是切線 你這樣講 我好像也不能說你錯啊 但是你這個時候可能又要定義一下 那什麼叫切點 對不對 就是 就是你要多靠近 就有多靠近 因為兩點能夠連成一條線 那你指定一下哪 就是 這是個動態的感覺 當這個A點 一直不斷的靠近B點的時候 這個割線 它就會慢慢的變成切線 好不好 這個開始有點感覺 有點感覺 無限靠近 這個東西喔 其實很難喔 無限靠近 無限靠近就是 很靠近很靠近 喔 這個要注意一下 OK 好啦 我們這裡喔 不要糾纏太久 我們給同學一個初步的概念就可以 好 現在喔 我們要進入我們課程的另外一個地方 我們現在已經學會 圓跟直線有三種關係 對不對 好 在課本空白的地方 一百三十一頁 來 一百三十一 我希望你把接下來這個題目寫上去 好 來 我這裡要寫一個例題 這個例題很重要 好 我們就從這個簡單的例題開始 來 這裡有一條線 這一條線叫做 X加上Y 等於2 然後 這裡給你一個圓 圓的方程式叫做 X平方 Y等方 加Y等方 等於4 好 然後呢 我想想看 我要你來判斷這個圓跟直線的關係 好 我們都先從一個很簡單的例子出發 圓跟直線 關心 好不好 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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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先來放一點英文課 同學你知道直線通常用L來表示是哪一個單字嗎 這哪個英文單字 line 太棒了 你英文好棒 來 圈起來 這是line 知道嗎 直線 對不對 line 你英文這麼棒 來 那我再問一下 圓通常你會看到前面寫一個C來表示圓 是哪一個英文單字呢 circle 在哪 來 C-I-R-C-L-E circle是圓的意志對不對 好 請問同學 這一條線跟這個圓是什麼關係 很簡單 第一個情況就是你可以考慮畫圖 我們現在要把圖畫出來 如果在可以畫圖的情況底下 你應該可以判斷他們兩個是什麼關係對不對 這個圖又特別簡單 來我畫給你看齁 我拿出我的字字小圓規 然後你拿出你的十塊錢快點 把你的十塊卡轉畫一個圓 你考試不會帶圓規啊 相信我我太了解你們了 你不會帶圓規 所以你就拿十塊錢出來畫圓 所以你就拿十塊錢出來畫圓 那你可能考試都會帶十塊啊 不然你要帶什麼啊 不然你可以帶一種尺嘛 那種尺上面很多挖洞有沒有 那個金石堂 金玉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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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石堂是賣那個的 金玉堂有賣那個尺嘛 那個尺上面不是有那種 拋物線阿 橢圓阿 圓阿 那個尺一隻大概 二十塊或十五塊就有了 便宜一點的 你上淘寶買也有 買一隻 好不好 可以畫出很漂亮的圓 阿真的沒有 你就用銅板畫阿 這個太可難了啦 好不好 明白可以去淘寶團購阿 一隻才十塊十五塊而已 去金玉堂買阿 去金玉堂買 去金玉堂買 不用客人 哇 在爸媽的餐家裡 放在這邊 一樣 第二天 只要都 değer到你 看 我們坦 bits 感谢观看